我们来复习一下 当我们进入志愿选填相关作业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第一个页面 一定要先完成视信辅导问卷 填完问卷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选填志愿 但是请同学记得按下储存志愿 以免停电你所有选填志愿的资料又不见了 另外你储存之后 你可以在查询你的志愿资料里面呢 看看你填的资料还有你的志愿 还有排序 然后你可以再做更动 进入选填志愿的页面之后 我们刚才说了 你一定要阅读注意事项 最后一定要点选储存志愿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刚才那个页面 就是这个页面 你选好学校之后请按加入 然后再按储存志愿 这个地方是高中值 还有五专 这边是志愿数 他已经选了三个志愿 所以这里有三个高中值的志愿 五专一个都还没选 所以这里是零 这里出现的I呢 就是information 就是它的招生的支出 这个地方总共是68.69分 这样就会有总积分计算的数据 如果你这两个要互相调动的话 你可以按移动 上下移动去做调换 如果你想要快速移动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打上你想要移动的位置 然后再按上go就可以了 选填完之后 你可以在查询我的志愿资料里面呢 去看看你志愿选填 好 整个填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列印出来 再跟家长老师 还有辅导老师讨论一下 注意我们在1月18号中午过后 我们会统一列印出来 请同学带回家签名 确认自己的志愿单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并于隔日较回来 我们将要进行集体报名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在下一段影片 我们将说明这个免试志愿选填混排的部分